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是长期反复呕吐吐腹泻的就需要及时送医 进行检查 因为长时间的呕吐腹泻会引起脱水 低血脚 酸中毒 低血糖 变起网络修课 尤其是未成年的用途 更容易发生低血糖的修课 所以要及时的送医 对应治疗进行处业物业 调节电解质铺泻除能量